聖多明我沙維豪 在1842年4月2日出生 他身於一個虔誠的信仰家庭 他小時候就懂得對每一頓食物都感恩 甚至黑幾禁食 他時常鼓勵其他人祈禱 他會定時去聖堂 如果聖堂關了門 他亦會在外面跪著祈禱 即使地上全都是積雪和來臨 在學校 沙維豪是一個出色的學生 他勤力用功 表現出色 他自小已經做副祭 每日參與尼撒 領修和聖士 沙維豪在七歲的時候初領聖體 他說初領聖體那一日 是他生命中最開心的一日 他寫得了四個承諾 我會常常領受修和聖士 按神師的指引勤領聖體 我要謹守尖禮主日 我要視耶穌和聖母為朋友 我寧死不犯罪 1854年10月 沙維豪第一次認識鮑絲高神父 他告訴鮑絲高神父 他想成為神父 他向鮑絲高神父學習 非常勤奮 有不明白的地方都會發問 他近發現護院的學生開始爛散 他擔憂起來 渴望同學緊守遠規 當時教廷宣佈聖母 此胎無染染罪為教會順利 這件事鼓舞了他 他和幾位自由成立 敬禮此胎無染罪聖母的師妹 聚集善心青年為聖母工作 他們強調善盡本分 樹立榜樣 先用時間完全服從 彼此相愛 互相規勸 勤令盛事 亦要每天還念玫瑰經 避免口出怨言 各成員須照顧較年少的青年 如果他們沒有盡本分 就要提醒他們 1856年9月12日 沙維豪回家 探望正在懷孕的母親 母親的身體感到十分痛楚 當我回家後 他擁抱和親吻他的媽媽 離開之前 還掛了一個綠色的聖母聖衣 在他媽媽的頸上 之後他的媽媽不再覺得痛楚 也順利剷下他的妹妹 家大勒勒 在宣勝後 沙維豪也被視為孕婦的主寶 1856年後期 沙維豪的健康開始出現問題 他的醫生建議他留在家裡休養 1857年3月9日 沙維豪叫父母請神父來 他要領受臨終聖事 晚上他叫父親拿祈禱書給他 還念善宗討文 他臨終前說 啊 爸爸 我見到非常美麗的東西 然後 他就沉睡了 幾分鐘後 就離世 他離世時僅14歲 包斯高神父深深被多明我沙維豪感動 並為他寫作新評 多明我沙維豪的一身 大家認識沙維豪的都稱他為聖人 1933年7月9日 教宗碧樂十二世 宣告多明我沙維豪 貧值崇高的品德榮烈可敬者 1950年列珍福品 到1954年6月12日 教宗碧樂十二世宣告 多明我沙維豪榮烈聖品 教會更宣告 多明我沙維豪是兒童合唱團 捉錯誤指控的人 青少年罪犯和負責的主保聖人 他的尖禮日是5月6日 青少年罪犯和負責的主保聖人 青少年罪犯和負責的主保聖人 青少年罪犯和負責的主保聖人